哈喽,大家好,我的名字叫Nicole,今年21岁,是爱多美的销售大师,现在就读Taylor University,今年也是Year Two Student啦。 那么我来自吉打的一个小地方,叫做Sungai-Bertani,然后非常荣幸今天能被公司邀请和大家分享我的生涯规划。 在我还没有开始经营爱多美之前,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大学生,吃啊,穿花,用作,全部都是父母给的,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可以讲是要什么,有什么,真的没有任何压力和烦恼。 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段话叫做温室里的小花,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 其实我就是那所谓的温室里的小花,那么后来是因为在放假期间啦,我刚好因为COVID的关系,我就被关在大学的宿舍,就不能回家。 所以我就决定喔,在我大学附近的餐馆喔,开始打工。 然后我记得那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啦,对于一上来喔,都真的是活在父母的庇护下的我啦,那份工作,我跟大家讲,真的是超级辛苦。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喔,我从开店前喔,我骂桌子啊,扫地骂地啊,开系统啊,送餐啊,收拾啊,cost system啊,再到洗厕所喔,真的是都要一手包办的。 结果我真的是,大家可以猜猜看我大概做了多久,我就辞职喔,我差不多一个月,我好像一个月都没有到啊,我就已经辞职了。 因为我真的是不能顶,觉得太辛苦喔。 然后,后来我辞职了,过后啦,我就在想喔,今天喔,有什么事情喔,是可以online就可以做了的。 而且是不需要本钱,然后喔,重点是,可以赚很多很多很多钱的那种。 为什么不需要本钱,对我来讲很重要啦,因为我父母在疫情期间,我有想要start过online的生意。 然后,他就讲,喔,我其实是不会给你任何一分钱的啦,所以你要创业等等喔,你要靠你自己。 所以,好像那种要买货啊,要顿货啊,等等的那种生意喔,我是统统都不能去做了的。 所以喔,过后我就想起啊,我姐姐之前跟我讲过的爱多美。 对,就这样喔,我在instagram找找一下喔,就找到了我的介绍人。 然后,为什么我会开始在爱多美经营喔? 一开始喔,我真的是只是抱着学习的心态,开始加入爱多美。 哪里知道可以讲是机缘巧合下啦,在我加入的两个月后喔, 其实团队就有了一次的挑战级别。 然后那时候喔,我是看到很多很多很多人喔,都已经有级别了。 然后我可以跟大家讲,我是一个好胜性很强的女生。 然后我,我真的是直接跟我的介绍人WhatsApp喔,我写,I want salesmaster。 我还放bowl,然后我还打三次。 然后我打了这三次,我就send了给我的介绍人。 我也没有管他相不相信我啦。 然后我一讲完这句话过后喔,我真的是马上喔,去我的书房,我去print out十张纸。 那十张纸喔,就写着9月,first cycle salesmaster。 然后我把它贴在我的厕所啊,门啊,厨啊,床啊,电视机旁边啊,沙发啊,全部我会经过我家的地方喔,我都贴到完。 因为我跟大家讲,我是一个一天啊,没有看戏喔,都不可以的人,以前的时候啦。 那么,那时候,因为我已经跟我的介绍人讲,I want salesmaster 了嘛,所以喔,我就跟我自己讲喔,够力喔,我一定是死死都要做到喔,就是没有时间在追剧喔。 所以那时候,我真的,咬紧牙关,就真的是在加入的两个月后喔,完成了我的销售大师的这个目标啦。 对,那么,我在我的生涯规划里呢,我的第一个目标喔,就是爱多美。 因为我现在已经是销售大师了嘛,所以喔,我的第一个目标呢,就是在今年的九月份,完成我的自动型销售大师, 并且在今年的十二月份喔,也要完成我的钻石大师。 因为完成这两个目标啦,也就意味着喔,我在我毕业之前喔,就可以有一个稳定的五位数的被动式收入。 这个也是我在毕业之前呢,必须也一定要达成的一个目标。 那么,我也预计,将在今年的九月,在我的家乡,开属于自己的一间教育中心。 因为我希望喔,可以帮助更多爱多美的爱用者喔,真的不只可以用上爱多美那么好的产品, 而且还可以在爱多美赚取额外的收入,帮助他们改变生活素质。 我的第二个目标就是家人。 我真的是很爱很爱很爱我的家人啊,因为我是在基隆坡读书的关系, 所以每次可以回到家喔,我都是很珍惜跟他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光。 然后,我真的是今天想跟大家讲喔,我今年年尾十二月喔,一定要带我的父母喔,去一趟旅行。 所以我Plan呢,就是去五天四夜的Bali trip。 那么消费喔,也预计是五千块左右。 那么,这个今年一定要做到啦。 然后,除此之外喔,我也是要在二零二六年,在我的家乡,买一间家给我的家人。 价钱大概是七百千左右, 所以月工的话也是四千块这样。 讲真的,在爱多美喔,经营的这一个路上啦,父母家人喔,绝对是我最大的动力之一。 他们让我真的是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而且是勇往直前的去奋斗爱多美喔。 所以我希望我在爱多美的成功啦,能成为我家人人的后盾喔,成为我父母老来时候的靠山, 而且我也一定要成为我父母的骄傲。 那么,今天喔,我想跟每个人说,就是,即使像我啦,就是一个温室里的小花喔, 也一定要勇敢的踏出舒适圈,因为我们年轻人真的一定要提前感知危机感。 今天父母给的,绝对不是理所当然的。 也不要忘记,父母也不可能给我们一辈子。 大家可以试想想一下啦,今天如果父母没有给你任何一分钱喔, 你的吃的,用的,穿的,住的,连住的喔,都是自己的话啦。 这样你的收入是否能撑得起你的开销? 啊,那如果是撑得起你的开销,那你会有多余的钱来储蓄吗? 还是就是,欸,只过着月光族的生活。 所以喔,千万,我们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开销来决定我们的收入, 一定要让我们的收入来决定我们的开销。 我相信像我这样子的人喔,也可以踏出来做得到喔。 现场的大家一定可以做得到喔。 我们一起加油,我们的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也是。 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How? How? 阿 Ooh,阿谷 阿谷,阿谷,阿谷 阿谷麻达 阿谷,阿谷 阿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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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laysia kerana membeli peluang pada saya untuk berkongsi live scenario saya yang telah saya tulis pada sukses akademi pertama tahun ini iaitu pada 14 Januari yang lalu saya sama seperti anda saya tulis apa sahaja yang saya fikirkan saya akan perolehi. Baik, saya Sales Master Hamil Samastaman mula menjadi ahli Atomi pada Ogos 2020 apa yang saya tulis dalam live scenario saya berkaitan dengan family saya, saya fikir pada usia sekarang ini saya hanya ingin mencipta sebanyak mungkin kenangan manis bersama dengan keluarga saya, anak saya dan suami saya saya sedar selama ini saya sibuk dengan kerja saya sehingga saya tak ada masa untuk bawa mereka melancong. Jadi dalam live scenario saya saya menulis saya akan pastikan saya akan membawa suami dan anak-anak saya ke Sabah pada Disember 2023 ok saya ingin mencipta sebanyak mungkin kenangan manis bersama mereka se apa ketika ini ok kenapa saya memilih Sabah ok kerana saya pernah dipostingkan di Sabah jadi saya ingin mengimbas kembali kenangan saya di sana bersama suami dan anak-anak saya insyaAllah ok baik seterusnya untuk mencapai impian saya membawa dan membahagiakan keluarga saya saya telah menetapkan sasaran saya dalam bisnes Atomy saya untuk mencapai Auto Sales Master pada Jun 2023 ini insyaAllah saya juga telah menetapkan sasaran saya untuk menjadi Leaders Club ok ahli Leaders Club pada tahun 2025 Royal Leaders Club tahun 2027 Crown Leaders Club pada tahun 2028 dan insyaAllah saya akan mencapai Imperial Master pada tahun 2030 10 tahun saya bersama Atomy baik untuk mencapai perkara ini saya tahu saya perlu berusaha dan saya perlu buat sharing sebanyak mungkin di mana saya di mana saja saya berada di tempat kerja bersama rakan dan sebagainya ok untuk anak-anak dan family saya terima kasih kerana mereka adalah tulang belakang saya dalam perniagaan Atomy ini terima kasih banyak-banyak jadi saya mendoakan saya yakin dan saya percaya Allah sedang melihat dan mendengar apa sahaja yang saya katakan pada anda semua pada hari ini Allah akan membantu saya bersama dengan Leaders-Leaders di hadapan saya saya yakin ramai Leaders akan membantu saya betul ok insyaAllah jadi saya sekian dahulu sharing saya pada hari ini saya ucapkan ribuan terima kasih terima kasih